哼 表现你对这只顿顿做了什么啊 手里还拿着一颗心脏 你竟然把人家的心掏出来啊 这就是原先为有去吃到的轮上 误会啊 小表妹 我这是在给他做手术呢 不信你看 我从他体内取出了一把武器 从动物体内取出武器 这是怎么做到的 这里是生物武器生存 每个生物体内都有专属于自己的武器 并且拥有强大的技能 而玩枪可以用手术钳子打开生物的身体 取走生物身体里的武器 我刚刚就是从蹲蹲身体里取出了这把永夜之刃 这么大一把剑插在蹲蹲身体里 肯定会有生命危险的 我这是在做好事啊 永夜之刃 看起来平平无奇 有什么怪啊 这可不是一把普通的剑 势力一击 可以向前方发出一道巨大的剑气 披荆斩棘无所不能 好帅啊 没想到蹲蹲屁股看起来微弄弄的 身体里竟然藏着这么容易的武器 看来蹲蹲是个隐藏的剑术高手啊 只要用手术钳就能打开生物的身体 我再看看其他生物有什么武器 只有一头牛 打开身体能看到牛身上的各种器官 它的武器是一把扇子 这是吸血飞镖 命中生物会吸取血量给自己回血 吸血飞镖 怪不得牛是动物当中最皮脏二号的 原来它有能吸血的武器 对 用手术钳能看到它身上这么多器官 如果我把它的器官摘得会不会是什么呢 没有了器官当然会收克死亡啊 很多物的器官取出那只狗大 牛牛真惨 小奶奶 我怎么感觉我们是缅甸的人贩子啊 你才是缅甸的人贩子啊 我不是 欢迎来到迷你世界缅甸地区 这里有众多高薪工作赶位 只要你来 保证嘎了你的腰子 啊不 是保证你月入过万 要先走速片场了吧 这里不是缅甸 是生物武器生存 为了帮助更多的人不再误入习徒 我觉得你把人贩子体内的武器都取出来 野人应该是我们最早的时候 平时看他又是拿刀又是拿剑的 肯定很不 打开他的身体看看到底有多少武器 野人的武器是一把红金剑 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试试就知道了 势力一击 扩子 小妹妹直接不见了 人呢 要不了解你就不能对于野人士嘛 失误失误 嘿嘿 小妹妹 只要把生物器官取出来就会狗蛋 那要是我们把这boss的心脏取出来 不就可以直接杀了boss吗 有道理 那我们先去赶了女神的妖子 前面就是雨林 听说有人想赶了我的妖子 口气不小啊 蛇神弄好 哎呦喂 一口水到我碰下了眼镜 差点就烫死了 还好我吸血分别喝血 臭女神神 信不信我直接赶紧你的身体把妖子掏上了 我看你救个下吹牛 有本事你就来哪呀 这可是你说的 上手术前 直接掏心窝子 好嘞 怎么没反应啊 把女神神的心掏出来 天一点射都能用 难道雨神神不止一颗心 我可是boss 一个小小的钳子 也想掏我一套子 错梦 给我减小指甲差不多 可恶 就算不能用手术前赶了你腰子 就凭你这最惨boss的实力 我用拳头也能对付你 真气 哇 你耍赖 不是说好用拳头的吗 骗子 要武器不用那是傻子 等会小苗妹 我们不该杀雨神神的 这样子我们就没有雨神神的武器了 对啊 我怎么把这给忘了 伙伙伴们 你们说你是什么武器会成什么呢?